美国政府计划阻止通源电器 向中国山菲出口C919科技院的发动机仪式 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大反转 特朗普发推反对拿国家安全做借口禁售发动机 要出售产品给中国后 美国政府批准通源电器为中国C919科技供应发动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尽管一些美国官员称 出售发动机给中国仪式会危及国家安全 特朗普政府依旧将批准通源电器向中国出口发动机 美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通源电器 将获得子公司CFM向中国供应C919大飞机 受用发动机的许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细称 通源电器似乎躲过了一劫 对于美国政府迅速改口批准出售发动机仪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解释称 因为禁售将对处于困境中的通源电器造成重大打击 通源航空无疑是通源电器公司利润最丰厚的部门 但由于波音飞机在事故以后出于停飞 在失去波音订单以后 目前通源航空处于亏损状态 通源电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卡尔普 在一次会议上对分析师承认了公司正承受压力 他表示我们将在上半年遇到一些压力 特别是在第一季度 目前通源航空最大的发动机订单为空客的订单 而第二大订单则来源于中国商飞的C919项目 美国当局讨论禁止通源电器出售发动机给C919一事 正如特朗普所言是欢谬的 在737MAX停飞快一年之际 由于发动机需求锐减 通源电器已经蒙受巨大的运营压力 如果失去C919这个未来大档 前期给C919研发的费用将全部的打水票 甚至还会因为无法供货而面临可能的巨额赔偿 并称持绝或将导致两败巨赏 通源电器股价随即下跌 在消息曝光后 特朗普在推特发文 公开反对美国政府限制通源向中国出口发动机 他在推特中称 拿国家安全做借口是荒谬的 并表示美国对贸易敞开大门 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重申了观点 表示不会因为虚假的国家安全牺牲美国公司的利益 而有些人本太过为执迷于国家安全 他说因为这只会意味着订单将留下其他地方 我希望中国购买我们的飞机发动机 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发动机 我想让世界与美国做生意变得容易 而不是变得困难 我的政府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如此要求 不应该有任何借口 只要脑子清闲的人 就不会提出这种欢谈的主意 幸亏美国高层有明白了 现如今C919发动机并非中国的卵肋 反而是美国军工企业的救命稻草 C919使用的波旋发动机 是法美联合公司的核心产品 该公司也是美国重要军工企业 通用电器公司的职工事 在通用电器的业务线上 具有具足轻重的地位 波上发动机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发动机 不仅极力地推大了经济性能好 主要用于商款机型 波音空客和商费C919 均为近年来推出的最先进机型 发动机造价很高 单价为1450万美元左右 配套的商款客机都是双发射机 因此仅发动机的造价就接近了3000万美元 据去年的数据统计 波音737 MAX共有5000多架订单 空客有6700架订单 商费C919目前订单也突破了1000架 这就意味着超过3600亿美元的生产种子 其中中国订单就有300亿美元 看上去这件事好像只是美国人着收利润 然而联系到最近的一些情况 我们就知道中国C919的300亿美元 对美国通用电器是多么关键的了 首先的一件致命打击就是波音基本是美系 由于设计上的致命缺陷导致全球350架737 MAX停飞 同时去年生产出来的400多架飞机 也只能够露天地停放在空地上 按照最近透露的消息 波音公司在2020年底也无法实现 让737 MAX复飞的奢望 如此一来通用电器1500亿美元的 到手收入就要作废了 然而仅仅只有737 MAX的问题 对于通用电器来说还不算什么 然而当前的通用电器已经是千疮百孔 再无缠身根本经不起大的折腾了 去年美国会计专家曾披露了一份 175页研究报告 指出通用电器长期存在财务违规和欺障 经会计违规行为这下就涉及金额380亿美元 还包括185亿美元保险储备缺口等问题 这些可能还只是通用电器内部问题的冰山一角 通用电器的财务仇闻被誉为安兰公司第二 2001年美国安兰公司因披露财务造假被揭发 直接导致安兰公司破产 引发国际金融界的巨大震荡 通用电器的公司规模历史地位远超安兰公司 如果继续深挖下去 原本为解决财务问题而做出的拆分手段将会失效 破产几乎不可避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通用电器为了解决财务困境 不断地将分支业务拆分或售卖 金融油田医疗设备数量等等业务 纷纷地被剥离出母公司 甚至连海尔公司都收购了通用电器的家电业务 目前通用电器已经保留喷气发动机发电机 及分离涡轮三大核心业务 甚至考虑继续分拆以挽救退市 所以说发动机业务是通用电器最后的完排 其中与法国合资的公司作为通用的自公司 是目前最赚钱的业务线 这条业务线一旦崩溃 通用电器的江山几乎将会瞬间崩塌 通用电器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发动机企业之一 对于美国军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通用电器的航空发动机和渐运燃气轮机 几乎在美国战机和军舰队伍中占了大半的比例 还有波音737空客等各种民运客机 都逃不开对通用电器发动机的依赖 通用电器的蓝气轮机 更是西方大批军舰的新战 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的航空母舰 美国西班牙日本和韩国的全部两栖攻击舰 还有美国日本韩国的所有驱逐舰在内 全都用的是这款蓝气轮机 有时可见通用电器对于美国军方来说 是不能倒的如果通用电器垮台 那么大批的美国战机军舰都将失去后勤爆炸 然而通用电器目前的财务窘境 让公司业务极为脆弱 再也经不起上百亿美元的无故损失了 吸919客机的300亿美元订单 被某些美国官员当成了对中国卡脖子的工具 然而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 即使扼杀了一款中国新型客机 那么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的通源电器 那这美军的半个战争机器都会一起配战 在民航客机的历史上 波音和空客基本垄断了全球的客机市场 而我国人口基数的 对于民航客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为了弥补我国在民航客机领域的空白 国产大飞机应运而生 吸919与运20水陆两栖飞机宽盆 被称为我国大飞机的三舰客 吸919是我国规划发展的民航大飞机 运20是我国打造的军运运输机 大陆两栖大飞机兼顾军民两院 对于拥有巨大设厂的中国民航来说 拥有自身的民航客机是一件闷寐以求的事情 对于国人来说 能够坐上国产的大飞机翱翔在蓝天之上 是一件极其自豪的事情 当然中国之所以想要发展民航客机 关键在于我国人口基数的 对于客机的需求量大 即使在初期 C919无法打开国外市场 国内的订单也足以为C919提供保障 承载着国产大飞机梦翔的C919 至世以来就受到很多关注 目前前段时间 国产大飞机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试含飞行 并且完成了多个试验项目 C919也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成果 虽然还未删远 但是C919已经取得了800多架飞机的订单 其中海外订单占据三分之一 注意见C919的强大势力 以及受欢迎的程度 外媒把C919称为 波音以及空客潜有力的竞争者 C919的发展 就是要把中国的寒天拉下世界水平 在民航领域传出一片天地 分得一杯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